大家好 歡迎來到Tia的DIY教室 我是Ti 今天要教大家做別針耳環 需要的材料如下 先讓大家看一下這是我們這次要做的耳環 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別針加上針竹 那它是可以直接戴耳朵上的 那戴了耳朵上的話感覺會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把兩個珠珠卡在你的耳垂中間 或者是兩個珠珠都在耳垂的前面或後面都可以 那如果你想要剛好塞滿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放就是三個珠珠之類的 好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當然是需要一個別針 那我們這個我選用的別針大小呢 大概是3公分左右 比3公分還要再長一點點 那這應該是一般書局就買得到了 那先把別針打開 那別針打開的時候這邊其實是尖的嘛 那我們要先把尖的部分剪掉 就直接拿尖嘴錢或老虎錢把你尖的地方剪掉 剪掉之後呢 在這邊還是會有點鈍鈍或是 就是剛才尖尖的部分 那你拿你的磨砂條 或是砂紙呢 稍微的把它磨平 或是磨成圓的形狀這樣子 你自己可以用手摸摸看 就是用到你的皮膚 會不會不舒服 或是被 夾到的感覺 如果都沒有的話就代表OK囉 因為這太小了 所以 可能沒有辦法用眼睛看清楚 到底會不會夾人 所以 都要用手試試試看哦 差不多之後呢 就利用你的尖嘴錢和圓嘴錢呢 把後面這個 圈打開 先打開之後呢 選用你要的珠珠大小 把你的珠珠 穿進去 那我一開始先用大顆的好了 就直接穿進去 如果到這邊彎道比較緊啊 你稍微用力一點 它就可以過去了 然後再穿一個小的 如果還想要再滿一點的話啊 可以再 就是套入不同的尺寸 都弄好之後呢 當然就是把這個 圈彎回去 那其實也不用特意照原本的弧度彎啦 只要稍微 彎回去就好了 因為 其實這個 老實說要照回原本的其實還滿難的 那尖嘴錢呢 是比較好施力 那圓嘴錢呢 是可以比較固定它的形狀 所以就 兩種工具呢 我說會共同使用這樣子 像這邊其實有點就是彎不太回去 就是沒有彎得很漂亮啦 那可能就在稍微 就是施點力 好了之後呢 再稍微把它就是整形一下 它可以套到剛好套到後 那個這邊 頭的這個位置 然後呢 這邊也是一個比較漂亮的圈 稍微的 把它用一下 這樣子 然後你看你這邊是不是可以正常的打開 這樣子 這樣子這副耳環就完成囉 那呢 不管你是從耳朵前 耳朵的前面的耳洞穿進去 或是從背後穿出來 都是可以的喔 那如果 有些人還喜歡在前面貼鑽的話 也是可以另外再做貼鑽的動作喔 我們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 今天的教學請幫我按個喜歡 想看更多的話請按訂閱喔 不要忘記我沒有約定 訂閱滿2000 我們就會舉辦抽獎活動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